已经杀了9994只恐怖 再杀6只就可以回到我原本的世界 但是我只是找托尼老师剪个头 没想到托尼直接被恐怖真的剪了头 一只恐怖拿着巨型剪刀 正在一旁发出咯咯咯的笑声 真是抱歉了托尼老师 不小心剪到肉了吗 你也失手剪伤部客人的吧 你应该会原谅我的吧 随后才发现这里居然还有一位客人 你不会是被吓傻了吧 还是说你也很想让我练练手 可他却不知道 我发呆的原因只是因为乱了发型 随后大喊一声 统子 一个只有猫咪大小的小女孩突然出现 随后我的左手便被一层神秘物质覆盖 而我则是直接从左手戳出了一把长刀 紧接着一刀朝恐怖砍去 只剩一刀就被我一刀两断 此刻恐怖还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而我已经戴好东帽转身离开 下一秒恐怖庞大的身躯便一层为二 大量鲜血喷涌而出 仿佛在下一场血雨 片刻之后我缓缓摘下东帽 不好意思 我是故意砍到肉的 却被一旁的小女孩直接来了个大逼动 别装逼了 都和你说多少次了 要叫我鬼斩大人 好的 孔子 你是想打架吗 没问题 孔子 我叫李凡 是一名地级斩鬼猎人 其实就是专门对抗恐怖而存在的一群人 当然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穿越者 作为一个从现代穿越到恐怖世界的人 我理所应当的拥有系统 凡是被我斩杀的恐怖能力都会被童子吞噬吸收 之后童子便可以按照我的需求 变换 升级各种武器 但我并不想和其他穿越者一样大杀四方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 我只想完成任务 结束这一切 回到原本的那个平静世界中 尤其是我那最牵挂的妹妹 我发誓一定要找到她 童子这时候忽然提醒我 我这才发现刚杀的那只恐怖都快被戏干了 而这也是我击杀的第9995只恐怖 还差最后五只吗 终于可以离开这个该死的世界了 回家之前我还不忘给托尼老师立了一个墓碑 与此同时不远处的人士正在遭遇着一大波恐怖的袭击 守护卫士的无影角黄飞绿和猫人汤姆都被打扮了 这次真的死定了 不 还有希望 别忘了 驻守卫士的斩鬼猎人一共有三个 最后一位可是传说中的最强猩猩 燕光 王雷 看样子 本英雄来的还不迟 12345 看来我猎人的排名今天要提升了呀 与此同时一只巨大的恐怖已经朝他砸了过来 而王雷已经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已经到了古都的头里 雷光一闪 就在这时一只恐怖的触手直接贯穿了男人的身体 竟然又出现了一只触手怪 此刻居然查阅起了斩鬼猎人图鉴 可恶的虫 居然敢当着我们 不可原谅 紧接着王雷全身再次爆发出无尽的雷电 手中凝聚出一枚雷球 雷霆乱击 然而这恐怖的一击却是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雷光不停 紧接着四只全部长满触手的恐怖 同时朝着王雷发起了攻击 一时间王雷也是被打了手忙脚乱 靠 全都用触手攻击 你们都是一个妈生的吗 随后王雷发现了一旁没有触手的第五只恐怖 决定先解决那只最弱的 区区绷带 也想控制我 王雷这才发现自己的雷电竟然都被吸收了 下一秒被吸收的雷电又是宝贝 但被攻击的对象却是变成了王雷 就连身体里的力量也正在被吸收着 其余的四只恐怖也在这时朝王雷赶过来 没想到自己英雄的猎人生涯刚开始就要结束了 众人眼看王雷落败急忙四处逃产 哎呀呀 真是太好了 看来我的猎物还没有被人抢走 还不是你非要等红绿灯 不然早就赶到了 在这时我骑着心爱的小摩托赶到 这么多恐怖 应该会很美味吧 白痴 快离开这里 他会杀了你的 女子狼之一只狗狗已经朝我冲了过来 这点你不用担心 其实我还挺强的 鬼斩 怪骨骼强化 9996 这人怎么这么强 难道他是S级猎人 可我从没听过有这么好人物啊 接着我自爆家门 斩鬼猎人 必翻 可恐怖翻了半天猎人手册也没有找到李南这个名字 我最好继续说道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其实还是地级守夜人 什么时候地级猎人这么猛啊 装神龙鬼 说着便朝我发起了攻击 童子 准备好了吧 这还用说 鬼斩 剪刀 斩鬼 装化岩石 鬼斩 神速 9997 紧接着我再次冲向另外两只恐怖 却发现我的刀竟然没有破开对方的防御 竟然说我的刀是破刀 那我就不做刀了 鬼斩 铁锤 随着我高刀怨气 一只超大型的铁锤已经出现在我手上 鬼斩 这一击直接来了的双杀 这一幕让王雷彻底惊呆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猎人的异能不应该都只有一种吗 为什么你可以使用这么多种异能 我只能尴尬地解释道 因为被我杀死的怪物能力都会被我吞噬 真好吃 此时我已经杀了9999只恐怖 接下来就剩下这最后一只了 可我万万没想到 这只怪物的体内竟然是我的妹妹 被我击杀的怪物体内竟然是我的妹妹 而且系统显示我击杀了9999.5只恐怖 等等 这个0.5是什么意思 杀怪还有杀半只的吗 就在刚刚 我完成斩鬼9999只 只要再解决眼前这只 我就能回到我原本的世界了 王伟此时也是提醒我 那只恐怖能够将别人的异能吸收 这种能力让我感觉和童子很像 狗系统天生励志 可和那种怪物不一样 不过 这恐怖身上确实有点熟悉的感觉 回家心切的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一个大跳便冲了过去 只要不被这些绷带碰到就好 紧接着恐怖竟然开始释放雷电 雷电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没想到意识大意 差点就被干掉了 看来我也要更快一些 随即我的双脚被童子包裹 紧接着暴射而出 就在我的刀即将砍到对方的时候 发现自己动不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已经被牢牢的抓住 紧接着我脚上的喷射能力 也被这只恐怖吸收 下一秒只见恐怖的手上 便出现了几个加速器 最后猛的朝我拍了过来 铁甲 开 但伴随着绷带的不断接触 此刻我的铁甲能力也开始被吸收 随着铁甲渐渐消失 我只能选择先拉开剧面 它的实力比想象中要强 看来你想回家可没那么容易啊 这家伙太强了 你还是快联系S级猎人过来吧 不过这可是我回家的能力 我可不会让给其他人 看着远处的绷带怪 我似乎知道该怎么对付它 这只恐怖虽然可以吸收别人的力量 但似乎缺少正常恐怖的制服 吸收的力量也无法处处 必须马上使用出来 利用好这点就可以打败它 小心啊 我快速躲过恐怖的攻击之后 手心长出了绿色的藤曼 黄野藤曼 无数藤曼从地底长出 迅速将恐怖缠绕 我知道对方只要碰触到藤曼 自身就会获得相同的能力 火燃很快恐怖便全身长满了藤曼 就是现在 变变长 完美的一击直接将这只恐怖夭着 紧接着系统面板出现 任务进度 9999.5 你在逗我吗 9999.5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清楚啊 难道这怪物还没有死后吗 于是我回头朝那只恐怖看去 那只恐怖的尸体正在被火焰吞噬 紧接着我吃惊的发现 恐怖里面竟然还有一道身影 那是 依可 我急忙使用鬼斩的急动能力 无数冰块朝恐怖的尸体飞去 很快大肥心了 也露出一位赤身的女孩 我脱下自己的外套将她包裹 可为什么我妹妹会在这里 我怎么知道 你真的确定她是你的妹妹吗 她可是从恐怖的肚子里生出来的爱 是啊 她不是依可 依可不可能会变成这样的恐怖 一定是恐怖使用的幻术 随即我再次变化出一柄长刀 对不起了 一万 就在这时女孩却突然睁开了眼睛 在看到我身影的那一刻 女孩竟然突然就朝我抱了上来 这一幕我是真没想到 随后一把将她推开 不要靠我这么紧 别以为用这种方法就能骗到我 女孩呆呆地看着指着自己的长刀 随后缓缓朝前走去 即使长刀已经贯穿了她的胸膛 她还是就这样走到了我的身体 随后摸着我的脸说道 可可 可此刻我呆住 她为什么会叫我哥 眼看女孩就要倒下 我一把将她抱住 你有病吗 会死的知不知道 死了不是更好 这样你就可以回到原本的世界了 她只是恐怖 是啊 我知道 可她刚刚叫我哥的呀 队长 快速治愈 很快女孩的伤口便愈合 怎么 我妹痛的宿主 不想回原本的世界了吗 我只是不想对长的 和妹妹一张脸的腿部动手 杀其他恐怖完成任务就是 而且 她长得和我妹妹一模一样 说不定有什么联系 留着她也许能获得更多消息 就在我准备抱着女孩回家时 等等 我 我叫王雷 是新进的C级猎人 你刚才的战斗让我大受震撼 可以 收我为徒吗 不要 为什么 因为麻烦 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都说不收徒弟了 你还跟着我干嘛 其实我回家也是这条路的 就在刚刚我把恐怖带回了家 谁能想到这最后半只恐怖 竟然跟我妹妹长得一模一样 而且王雷这货竟然真的住在我隔壁 虽然一口一个师父 但我可不打算认他这个徒弟 师父您再考虑一下吧 滚蛋 那小子挺有诚意的 你这样也太绝情了吧 我并不想和一个异世界土著有不深的交集 我更想知道这只恐怖的来历 看着一身的血迹 身上黏糊糊的 还是先去洗个澡吧 这恐怖 要是在你洗澡的时候醒过来怎么办 呃 围斩 强术 这样就可以了 果然泡澡才是最让人放松的事情 我好奇的向童子问道 话说如果我回到了以前的世界 你会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 继续找下个宿主呗 所以寄宿是有什么目的 你这个系统又能得到什么呢 我说只是太无聊了 你信不信啊 不想说就算了 就在这时传来一阵敲门声 随后 我胖 这门是推拉的呀好不好 你现在的注意点 不应该放在门上吧 对啊 这货不是已经被我绑住了吗 好吧 为什么光看它的表情 我就知道它是做了什么 看着大步走来的恐怖 我就知道 果然恐怖都是不值得信任的呀 哎 什么鬼 它这是在淡麻 相当美人机吗 也许是雏鸟情节吧 小鸟在出生时 会将第一眼看到的生物 认定为母亲 并且下意识地产生依赖情节 也就是说 你洗当爹了 好 我一把就将它推开了 拜托 别搞错自己的身份 你可是恐怖 但是下一秒 看着如此坎诚相见的恐怖名乃 我竟然探娘的无耻的心动了 不行不行 我一把将她的头按进了谁 怎么又不敢走她了 还是保持这样好点 话说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名 名字 爱 艾丽莎 泪掉 话说你们还要泡多久 水都凉了 再 再等一下 片刻之后我们终于泡完一场鸳鸯浴 然后一边给艾丽莎吹干头发一边问她 好了 该说说你为什么和我妹妹长得一模一样 艾丽莎是妹妹 这丫头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看来是没办法打听出我比想要的消息了 最后我仍给她几件我的衣服让她穿上 没想到这货居然现场就开始换了 拜托 让你在没人的地方换了 换好了 看着艾丽莎翘生生的模样 妈的 我竟然又无耻地心动了 还是过几天帮她买几件衣服吧 这时艾丽莎却是我的肚子 同时传来一阵阵咕噜噜的声音 这个点确实该吃饭了 于是我在冰箱找了一些食材 下厨做了一桌子美食 艾丽莎看着眼前的饭菜哈喇子都留了一地了 看着她这副可爱的模样 感觉真的和一颗以前好相啊 可下一秒我发现这货竟然连盘子都吃了 你这丫头真的一点常识都没有吗 艾丽莎却是可怜兮兮的指着吐出来的锅碗条盆说道 可是没吃吧 当我打开冰箱的时候发现 连储备的食材都吃完了 她是什么时候吃掉的呀 已经到深夜了 这时间可没有卖食物的 于是我只能找到隔壁的王为找点吃的 你这里有没有吃的 这丫头太能吃了 我这里还有些零食 师傅你和师母慢慢享用 她不是师母 艾丽莎看着眼前满满的一堆零食 下一秒 竟然一口就全部吃下去 包装袋不能吃啊笨蛋 这没想到这个吃货竟然和鬼斩一个德行 粉系统可比她可爱多了 此时我的肚子也开始咕噜噜的响了 我这才想到光顾着给这丫头做饭 我都还没吃上呢 王为闻言表示想要吃东西的话 他倒是知道一个地方 很快三人找到一处破旧房子 王为熟悉的跟门口的大哥打了招呼 几人便被放了进去 可我怎么看这都不像是卖食物的地方 王为却是神秘一笑 嘿嘿 师傅你可不要被这里的外表给骗了 随后王为缓缓的推开一扇大门 欢迎来到本市的地下乐园 雕小女孩被一名雕形大汉抓住小手 下一秒却被女孩来了个过肩帅 就在刚刚我和王雷来到雷市的地下乐园 没想到我在这个世界待了我 都不知道还有这种地方 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 爱丽莎那丫头不知道跑哪去了 回头才发现原来已经在我职中央 身后还站着一名雕形大汉 小姑娘 要不要搁了我请你喝杯酒吧 还犹豫什么 快过来吧 你穿成这样来酒吧 不就是奔着勾引人来的吗 我顿时火冒三丈 这一幕让我想起了我的妹妹 这场面还真是特么的熟悉到讨厌 与此同时 爱丽莎这边还被雕形大汉抓住 和下一秒 王雷都看傻了 不愧是师母啊 童子还不忘提醒 你好像忘了 他可是货真价实的恐怖啊 谁让他长得那么娇小 咚的一声 又一名大汉站了起来 居然敢动我们光头帮的人 你们是不想再A就混了吧 光头帮 可你们都有头发呀 你这垃圾懂个屁 我们光头帮越强的人才越突 这么说来 你们都是些废物了 文言几名大汉顿时朝我发起攻击 鬼斩 在呢 几名大汉被我一锤子锤飞 片刻之后 刚刚还嚣张无比的几人 已经全都口吐白目 这个好厉害 你还是叫我李凡吧 王雷没想到我会在这里动手 因为要是被那个人知道了就死定 果然一名更突的壮汉出现 正是C级第八名的 地中海小霸王 李卫东 他也算是这世光头帮分布的老大 还有分布 我没想到原来这世界上的秃头这么多 小霸王一上来便要我给他下跪道歉 他这不是放屁呢 小霸王一拳便挥了过来 突然一道声音制止了他 让我瞧瞧 是谁在我的地盘上冒事啊 来人正是酒馆的老板聂老大 没想到刚刚还凶神恶煞的小霸王 见了聂老大也立刻变得恭恭敬敬 还说是我先打了光头帮的人 聂老大缓缓走到我的跟前问道 他说的是真的吗 王雷此刻也是急忙出来打圆场 聂老大您消消气 我师父不太懂这里的规矩 并不是故意 原来是小雷子啊 你什么时候还拜师了 也是最近的事情 小霸王则是凑在聂老大耳边说道 今天酒吧的损失光头帮可以加倍赔偿 但要求就是留下爱丽莎 此刻爱丽莎还在玩命的往自己嘴里塞东西 就连烟灰缸都不放过 此刻我一脸的不爽 接着缓缓地走了过去 王雷以为我又要动手急忙说道 师父不要冲动 我还可以再多通一些 而我只是从两人身边走过 直接走到了爱丽莎身边 都说多少遍了 别连盘子一起吃了 聂老大健壮不禁嘴角微微抽出了一些 这小子难道一点紧张感都没有吗 那就把你身边的小姑娘叫过来吧 钻出一群壮汉 此人正是B级守夜人排名第108名的烟尘 聂心愁就在刚当地中海小霸王出现 竟然想要留下爱丽莎 下一秒就被我一手抓住脑袋 紧接着便被我一板拎了起 聂心愁没想到我这么不给她面子 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一口浓烟缓缓吐出 王雷见状急忙劝我道歉 再不解释清楚就真的完蛋 我看着王雷害怕的模样问你 这女人真有这么夸张吗 与此同时聂心愁周围已经充满了闻烟 下一秒只见他猛的大口一吸 随后一口朝我这边吹了过来 此刻这口烟雾已经变成一档尖词 转眼间便已经来到我的身前 下一秒鲜血刺剑 不写的竟然是我手中的小霸王 那枚烟雾化成的利剑 竟然直接穿透了他的身体 紧接着又化作一道利剑 显而又显得从我身前一闪过 但小霸王此时已经躺在地上鸣鸣无骨 我还以为他们是一伙 没想到对自己人下手有着梦 紧接着只见聂心愁举起自己的烟斗 随后朝我的方向一回 顿时烟雾化作了几个手持常见的壮涵 正是聂心愁的独门绝技 烟螺卫队 下一秒便开始朝我发起猛烈的攻击 我只好召唤鬼斩 随后双手核实 飓风 强大的飓风顿时将所有烟螺卫队吹飞 同时吹飞的还有在场美女的群 还有王维帅气的发型 爱丽莎此刻却依旧不停地往自己嘴里塞食 聂心愁此时也是有些意外 以为我是风隙异能 能力上正好克制她 紧接着只见烟雾开始在她的右腿挥脚 下一秒换化成一把利刃狠狠地朝我踢了 毕级守夜人可不只是会异能而言 鬼斩 铁皮 聂心愁却没想到 这一脚被我轻松拿捏 不过紧接着我老脸一会儿 目光却是急忙看向别处说道 你真的要一直保持这个动作吗 聂心愁这才发现自己早已春光乍兮 手中一把短刀便朝我砍过来 紧接着开始对我疯狂地输出 但都被我坚硬的外表轻松挡下 随着我再次躲开聂心愁的攻击之后 立即施展鬼斩 强术 顿时将聂心愁包成了粽子 一旁的手下想要上前帮忙 却被聂心愁拦了下 随后开始紧张地询问我到底是什么人 守夜人的等级排名是多少 我只好挠挠头回答 自己名叫李凡 只是地级守夜人 聂心愁一阵无语 这人确定是地级 联合政府的排名系统出问题了 本以为这场战斗到此为止 没想到刚刚倒下的小霸王此时 却是站了起来 我心想这会不会还想要比划比划的 王维的声音突然传了过来 师父快躲开 不等我反应过来 沙包大的拳头已经朝我回来 结结实实地击中了我的父母 刚才的小霸王此刻竟然变成了恐怖的丧事 王维见状急忙冲了过去 踢在了小霸王脑袋上 却没想到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下一秒便被小霸王一手抓住 高高举起后猛地砸向地面 王维瞬间失去意识 酒店人员看着如此恐怖的小霸王 以为他之前测试时候隐藏了实力 但聂心愁却是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他已经不是那个地中海小霸王了 而是恐怖 此刻小霸王已经完全变成了恐怖的命令 周围的人见状急忙开始逃窜 但依旧有人被恐怖抓住 随后便被一口咬在了脖子上 紧接着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恐怖 聂心愁却是知道 人类不可能变成恐怖 之所以变成这样 应该是被人控制 而这个敌人就藏在人群之中 与此同时一位被控制的女人 正冲着我的方向走去 下一秒身后突然伸出一双手 掐住了她的脖子 不要伤害哥哥 竟然是爱丽莎 都说了 叫我李凡就好 这里还是交给我吧 紧接着我拍了拍爱丽莎的头说道 没想到爱丽莎才刚刚放手 女人便再次朝我发起了攻击 我再次召唤出鬼子 绿色的藤蔓瞬间将女人缠绕 我并没有将她杀掉 因为她只是被恐怖侵蚀的普通人 在没确定是否能恢复之前 还是先控制起来比较好 随后我再次使用藤蔓的力量 将在场所有被控制的人 包括小霸王在内 全都牢牢地捆了起来 聂心愁没想到 我能一下就控制了所有人 同时也疑惑我 为什么拥有两种硬 就在这时被控制的小霸王 却是挣脱了藤蔓的束缚 再次朝我发起攻击 我则是使用鬼斩硬化技能 六手仿佛钢铁一般狠狠的一拳 砸了过去 毕竟刚刚那拳可是很痛的 随后我再次使用鬼斩的推势之眼 一根根能量丝线在小霸王身上醒醒 我顺着丝线一路寻找 终于找到人群中那名 控制小霸王的罪魁祸首 我已经杀了9999.5只恐怖 再杀半只就可以回到我原来的世界 结果 是的 她就是我之前没舍得杀的那半只 只是因为她长得和我妹妹竟然一毛一样 就在刚刚我们来到地下酒吧 却意外发现竟然有一只恐怖混在人群 还控制了这里的人类变成丧尸 于是我开启窥视之眼找到了她 只要杀掉她 我就能回家了 于是一刀便砍过去 此刻这只恐怖也不再隐藏 退去了人类外表这层伪装 竟然是一只八眼八脚的蜘蛛 只见蜘蛛怪双手一挥 手上的丝线顿时将大门给封了起来 紧接着又再次控制了场内的一些普通人 顿时这些人类仿佛变成了丧尸一般 开始准备朝我发起攻击 这就是你所谓的正面解决 切 又是用普通人做人质的无聊手 就在这时我发现身边出现了一阵门烟 燕罗守卫拦住了那些朝我冲过来的丧尸 出手的竟然是聂心仇 我没想到他居然会出手帮我 聂心仇则是表示让我别误 他只是无法接受自己的场子里有闻到事 就算恐怖也不行 说着再次吐出一口门烟 烟雾顿时化作一柄利剑飞出 正中那只蜘蛛恐怖 狂雷剑状也是吃惊地说道 没想到还能看到这么强的两人联手 今天真的是死而无憾了 而我们那个是火 此刻自然是依旧望我的不停往隔离三十 此刻那只蜘蛛怪却是已经有了撤退的想法 毕竟侦查任务已经完成 没必要继续死客丢掉信用 紧接着便操控所有人开始发起最后的猛攻 自己则是想趁机开溜 这一幕被聂心瞅看了 立即一个大跳 越过了这些丧尸 与此同时口中猛的一口烟雾飞出 化作无数利剑飞风而出 正是聂心愁的招牌绝技 掩饰见语 眼看无数利剑即将命中蜘蛛怪 我急忙闪现过去全部倒下来 这一幕顿时惊呆了众 聂心愁更是愤怒的小手一指 你什么意思 难道你和恐怖是一本吗 此刻我却是一把捏爆手中的利剑 一脸认真的说道 谁也别想耽误我回家 显然聂心愁并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爱丽莎却是闻言一惊 而此时那只蜘蛛恐怖竟然想要偷偷溜走 却被我一把按了下去 紧接着便用刀准备将它解决 只要杀掉这只恐怖 我就可以回去了 我是越想越开心 丝毫没有发现爱丽莎此刻已经来到我的身边 紧接着只见爱丽莎小嘴一张 下一秒 杀了这只恐怖我就能回家了 没想到被这伙给吞了 我一把掐住爱丽莎就是一个锁猴 你在干什么 快把恐怖给我吐出来 闻言爱丽莎朝旁边一口吐了出来 这只恐怖便一溜烟跑了 聂心仇急忙派手下追上去看看 伪斩这时候也出来调侃我 这次是你运气好 想要遇到下一只恐怖还不一定要多久 不如直接杀了他完成任务算了 紧接着我的双手猛的发力 甚至因为过度气氛清惊到几 明明就差最后一只就可以回家的 为什么要放走他 爱丽莎则是委屈地将目光看向一旁 他不可以杀 此刻一旁的王磊也站出来缓解此刻的紧张气负 师父您不要这么激动了 师母应该也不是故意的 文言我却是更加毛火 你知道这恐怖队伍也多重要吗 随后看向爱丽莎 只要杀掉了 杀掉你我就可以回到原本的世界 就在这时广播突然响起 紧急通知 为师附近有恐怖空间波动技巧 请市民提前做好防范 我没想到自己的运气还真不错 恐怖的出现居然这么平凡 此刻聂心仇也看出来 我似乎很想要杀死恐 于是说道 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聂心仇则是继续说道 我可以告诉你恐怖具体出现的位置 但作为交换 你需要在酒吧里做一对月的保安 王维急忙悄悄提醒我 师父 在这酒吧上班 就相当于成为聂老大的手 您可要想清楚啊 鬼斩也是说道 是啊 直接杀了这女人 就不用费这么大的功 就在我思考杀还是不杀的时候 爱丽莎突然对我喊了一声歌 这一刻我终于知道 我还是下不了手 毕竟她的样子 和我妹妹一模一样了 随后一把将爱丽莎扔了出去 不要让我再看那 紧接着走向聂心仇 你真的知道恐怖空间波动的位置吗 聂心仇则是自信地回答道 不要小看一个毕竟猎人的情报 与此同时鬼斩一脸的鄙视 我还以为你是那种 绝不会屈居忍下的男人了 但我自然是有自己的打算 反正完成任务 我就回到原本的世界 当她的手下也无妨 就这样我和聂心仇的交易正式达成 随后便跟着聂心仇离开 看着我不断走远的声音 爱丽莎此刻满蕾的失望和委屈 身后的王雷却是突然说道 师母师母 咱们也跟过去吧 说完便要准备出发 我只想安静地杀完一万只恐怖 然后回家 为啥就这么难呢 好在聂心仇知道 这次恐怖出现的位置 一路上聂心仇表示 对我很是好奇 为什么像我这么强的人 在猎人协会的排行中 寂寂无名 我倒是一脸的无所谓 排名这玩意很重要吗 这话也是直接让聂心仇无语 也对 强到这种程度的怪拍 确实没必要再捂排名 紧接着又指了指 我身后的两个人 话说让他们继续跟着真的好吗 我头也不回地说道 无所谓 不用管他们 聂心仇文言也是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你还是真是一点都不担心啊 但下一秒却是脸色一变阴沉地说道 你就不怕我是在带你进入陷阱吗 对于他的这种转变 我却是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随即掏出手中的鬼斩 不怕 是陷阱 我就把你砍了 聂心仇没想到我这么简单爆 赶忙一阵尴尬地打哈哈 随后扭头继续说道 放心好了 我一直都是个诚信的商人 片刻之后我们来到一处上的锁的小屋外 只见聂心仇吹了一口浓烟 随后竟然化作了一枚钥匙 缓缓插入后 大门也嗡的一声被打开 与此同时 爱丽莎和王雷还在谨慎地躲在我的身后 我也没想到这酒吧里的秘密还真不少 聂心仇表示着对于一个B级的猎人来说 简直太正常了 我也不想关心这些 所以让他直接说出恐怖出现的地点在哪就行 与此同时 聂心仇已经开始绝着大定开始一顿操作 片刻之后一道人影缓缓从设备内心线 一上来就指着聂心仇问他为什么这么久才和他的东西 而此时门外的王雷已经激动得泪流脑面 这个声音绝对是S级的英波 我买过他出的专辑 就这这时英波也发现了站在聂心仇身后的舞 这小子是谁 你不知道这里的事情是机密吗 聂心仇解释我是这里的保安 也同样是一名猎人 紧接着便询问英波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英波这次一脸严肃地说道 我劝你做好准备 这次任务非常危险 联合政府甚至派了两名激烈人过去 必要时可能会再追派一名S激烈人 聂心仇文言也是一惊 不就是恐怖入侵吗 这次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 英波却是并没有过多的解释 只是说这次的恐怖不同意义 必须要严肃对待 随后便将这次恐怖的传送门预计出现的位置发了过 下一秒便下线消失不见 聂心仇这才扭头冲我说道 恐怖的消息已经告诉你 你可别违背了我们之间的承诺 我表示当然不会 可鬼斩确实知道 等我杀掉最后一只恐怖 就能回到我原本的世界 到时候我人都不在这个世界内 自然就不算违约了 随后我便准备和聂心仇出发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响起 等等不能去 爱丽莎突然再次出现阻挽